加三首不可或缺的热爱原创 一同在如健堂生命 2013约续亚乐团 15周年横跨亚洲纪念专辑 亚洲为耶稣黑沙火Jesus 选选洗五条书房燃烧发行 铃声下载请上悠悠乱手机娱乐网 第五条书房 弟兄姐妹平安 好不好转向你左右两边 告诉他说很开心在这里看到你 你知道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大大的张口 神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 我不想你今天来到这里 是不是带着一个非常饥渴的心 渴望神的灵更大的充满你 好不好 让我们就从桌上站立起来 如果你真的很饥渴 你真的很渴望在今天晚上 神要用他的灵 大大的充满在你的里面 不断不断的交换在你的身上 好不好 就打开你的双手 把你的全心带到主的面前说 主我在这里 主我渴望你自己 主要在今天晚上 主我们欢迎你 主要在今天晚上 主要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做新的工作 主要在今天晚上 主要不断不断的敞开我的心 主我渴望你自己 主要更多的得着我 也让我更多的得着你 好不好 让我们就同声开口 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哈利路亚 主要把一个更生饥渴的心 主要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不断的切磨你 主要让我们不断的追求你自己 主要我们要不断的来渴望你自己 主要在今天晚上 主要愿你的你大大的 主要毫无拦阻的 主要完全的充满交换在你的当中 主要让你的百姓 主要更生来经历你 让你的百姓 主要更多的得着你 在今天晚上 主要必有心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愿你的名被高据 主要愿你得着满足 主要愿在今天晚上 主要你要在我们的当中被高据起来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爱你 祷告乃是奉 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再次把荣耀归给主 邀请热情的弟兄姐妹 带着你的全心全然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宝座前 让我们尽情的敬拜跳舞 来荣耀我们的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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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两边的时候 你准备好 今天晚上让神的爱来包覆你 跟他说 今天晚上让神的爱来得着你 来祝福他 阿们 我知道你用你的爱 无条件爱我 完全舍免灭了我曾经犯的过错 我游戏了我 我渴望你新的生命 能淡淡为你活 有我的心 有我的灵 就只想对你说 我游戏了我 我知道你有你的爱 我有件爱我 我游戏了我 我游戏了我曾经犯的过错 我游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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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 恢复了我 你的爱 淹没了我 你的爱 是如此反过的 包围我 对我们先来说 我知道你的爱 我知道你有你的爱 不条件爱我 完全省灭了我曾经般的过错 我渴望新的生命 能达到为你活 用我的心 用我的力 就只想对你说 你的爱 你的爱 遷就了我 你的爱 恢复了我 你的爱 淹没了我 你的爱 是如此反过的 包围我 就今天晚上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身边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就让我们得到自由在你的爱的里面 我已经是你 你已经是我 我已经是你 你已经是我 我已经是你 我已经是你 你已经是我 我已经是你 你已经是你 你已经是我 我已经是你 你的爱拯救了我 你的爱抑制了我 你的爱结尽了我 黑暗恐惧无法躲 你的爱恢复了我 你的爱淹没了我 你的爱是如此宽阔的 说出你的爱 你的爱拯救了我 你的爱抑制了我 你的爱结尽了我 黑暗恐惧无法躲 你的爱恢复了我 你的爱淹没了我 你的爱是如此宽阔的 包围我 让你的爱包围我 哈利云亚说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站在山顶上 大声呼喊喧嚣导 你俩善无止境 永远不会提醒 你只爱随着我 从来我的声音 你爱向我静静 你俩善无都 再没有任何人像我们的神一样 再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你相比 天地和深海洋都显明着这里 在黑暗的时刻你入冰凉潮汐 你爱和我敬起 And I sing And I sing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 你对我真好 Come on And I sing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 你真好 你真好 You are so good to me 我这心身高 让世界知道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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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或雨天 我都要赞美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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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或日天 我都要准备 明天好 你真好 我唱一位 明天好 我跳舞 明天好 我跳舞 明天好 你对我真好 我跳舞 明天好 我跳舞 明天好 我跳舞 明天好 你真好 明天好 真好 And I sing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 你对我真好 And I sing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 好 把我们先开口来赞美 我们的神说 主要你死在良善的主 根本还为我们的神来欢呼 说主要你死在良善的主 主要你死在请到你祝福在我们身上的主 信念不出来赞美我们的神 Hallelujah 主要我们为你的良善歌唱 主要我们为你的良善跳跃 主要我们为你的良善欢呼 Hallelujah 主要我们赞美你 Hallelujah 祝我们赞美你是良相的 祝我们赞美你是爱我们的父亲 祝我们今天晚上跟你得到所有所有的荣耀 祝我们赞美你 And I sing And I sing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因为你真好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 最后一次 今天风起 Come on And I sing 因为你真好 And I dance Come on let's shout And I shout 因为你真好 你真好 你真好 Hallelujah 祝我们赞美你 I love you 今天风起为我们的神来光复 赞美我们的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祝我们赞美你 Hallelujah 是的 是的 祝你真好 祝天上地上没有任何一切能与你相比 祝你真好 因此就是我们要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你的脚前 就因为你愿意 祝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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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今夜晚 這香膏的魚皮 是我的所有一切 我打敷獻給你一句 我知道我不配 你是如此如美 你超過我所有 認真過我的喜樂和我內心的依求 就像你為我 留出保險 我想你卸上我心 我在這線上 作心相握緊 我在這線上 每個心跳會榮耀你 為你 為你 耶穌為你 生命的每一天 是我所有一切 我線上在你腳前 我知道我不配 我的能力有限 我都如此短缺 你卻給我生命 是我能淡淡為你我 就像你為我 留出保險 我想你卸上我心 我在這線上 作心相握緊 我在這 黑夜線上 每個心跳會榮耀你 我在這 黑夜線上 每個心跳會榮耀你 我在這 黑夜線上 每個心跳會榮耀你 配 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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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配的 又要 歸我 主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又要 歸我 主 試著給我們出來唱 你是配的 佩德 佩德 你是佩德 荣耀归我主 你是佩德 佩德 你是佩德 荣耀归我主 佩德 佩德 你是佩德 荣耀归我主 佩德 佩德 你是佩德 荣耀归我主 佩德 我在这线上 作性向过去 佩德 我在这线上 每个心脑会荣耀你 佩德 我在这线上 作性向过去 佩德 我在这线上 每个心脑会荣耀你为你 佩德 你是佩德 佩德 你是佩德 荣耀归我主 佩德 你是佩德 荣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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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耶稣 陪的 你是陪的 荣耀 为我主 陪的 陪的 你是陪的 荣耀 为我主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你是陪的 荣耀 为我主 你是陪的 你陪的 所有 赞美 你是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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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的 所有 所有的 所有的 美 你是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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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的 所有 都 你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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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你陪的 割却能尊守 耶稣说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你配的所有赞美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你配的所有敬拜 你许你必定会靠近 只要呼求你 你的手所做的一切事都如此神奇 这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与你相比 我告知你 是的主 我能来赠送你 救你的生命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你配的所有赞美 耶稣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你陪的所有礼拜 耶稣 你是陪的 你陪的所有礼拜 耶稣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你陪的所有礼拜 耶稣 你是陪的 你的陪名 耶稣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你必須陪到 必須陪到所有財美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你陪的所有財美 你是陪的 你是陪的 你陪的所有財美 你是陪的 你陪的所有財美 你是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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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必須陪的 你是陪的 一切尊贵 荣耀 赞美的 让我们将一切的掌声 每次的颂赞荣耀都要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就因为万物都是造你的旨意所造成的 你是配得我们的赞美 主你配得我们的敬拜 主今天晚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 我们将一切的敬拜赞美都归在你的宝座前 主愿你愿难 主愿你愿难 哈利路亚 将祷告封耶稣 祝你 哈利路亚 好不好要坐下的时候告诉你左右的说 唯有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主愿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阿们 阿们 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来到祂面前来敬拜祂 真的唯有我们的神配得我们的敬拜 配得我们的赞美 我相信在我们的崇拜里面 每一次当我们聚集一起来敬拜祂 在我们一起聚集来赞美祂 这真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 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满足 阿们 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更乐意显明祂的信实 祂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欢迎主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我们也要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 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要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 让我们所有青年牧区的弟兄姐妹来欢迎你 OK 所以我们新朋友请你预备好 我数到三 一 二 三 请起立 欢迎 欢迎 前后左右十个人刚握手 欢迎他 欢迎你 欢迎你 楼上楼下我们都欢迎你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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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 欢迎你 今天有许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快要开学了 我想也有人从中南部回来的 我们也欢迎你一个暑假不在我们当中了 或者你是新生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都欢迎你 也欢迎你加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在我们这个青年牧区里面 我们有许许多多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小组 有学生的小组 也有社会青年的小组 我们邀请大家能够加入在属于你这个年龄层的小组当中 等一下聚完会的时候 邀请我们所有的新朋友可以在外面 我们的219VIP教室 我们会更多为你来介绍我们这个青年牧区 我们也会帮你安排小组 让你可以参与在我们每一个不同小组里面 所以请我们的新朋友 你注意到刚刚有发给你一个留名卡 你可以拿起来 现在就可以开始来填写 也请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 可以来协助我们的新朋友 帮助他一起来填写 里面有一张红心贴纸上面写着VIP 请你现在就拿出来 可以贴在你的左胸前 让我们知道今天你就是我们的VIP 所以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 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你 好 敬拜的最高峰是什么 奉献 我们今天有个很不一样的奉献 我们邀请我们的创作王子 我们的志德弟兄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 也来为我们带你今天的奉献 我们欢迎志德 耶 大家好 我是约翠拉约团的赵志德 我发誓十分钟里面要讲完 好 现在是28分 从小我的个性就很敏感 内向自卑 还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因为觉得自己长得很丑而哭醒 光哥一定想说我在讲什么的 所以渐渐培养了一个个性 就是我不断地为了讨别人高兴而活 并且我也很天然地会把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当作是一种爱 所以我几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几乎所有心里有关的毛病 我通通都有 我也不想要太自豪地讲这句话 那其实大约在这九年以来 我逐渐被忧郁的情绪捆绑 直到这几年我才开始胜过 但是今天我要分享 其实是敬拜这个事情上面 我有一个全新的领受 在今年初的时候 有一连串敬拜的学习 让我领受了很多 那有一次在预备 关于一篇敬拜的讲章的时候 我查了约翰福音四章的 23节到24节 我发现很多版本 都有不太一样的解释 在这边 这个好像是新一本 他说 然而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那用心灵按真理 敬拜父的 才是真正敬拜的人 因为父在寻找 这样敬拜他的人 神是灵 敬拜他的必须 借着灵按真理 敬拜他 那在Good News的 这个英文的版本说 But the time is coming And it is already here 然后后面说到 By the power of God's spirit People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as he really is 然后最后面讲到说 People worship him as he really is 那总而言之就是 我查了中文跟英文 我发现他说到就是 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 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敬拜神 但是有些翻译也讲到 他是神的灵 所以是在神的灵当中 然后以我们的心灵 来敬拜神 那最后呢 我就发现 这个综合起来的意思 我就有一个领受 突然间 就是我们要用 我们原本的样子 一颗真心 不经过伪装 然后透过我们的灵 借着神的灵的充满 按照真理 所教我们敬拜的方法 来敬拜神 所示 真正的样子 这句话有点复杂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我的心灵 在神的灵当中 用我原本的样子 敬拜神原本的样子 所以不是那个 我心中所想象 例如说有的人 会觉得神永远 就是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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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 都不会审判 都没有任何的规矩 所以我们就敬拜神 好像神就是很美好 或者有的人心中觉得 神是一个永远都在审判的神 所以当你敬拜神的时候 你不见得是在敬拜神 他原本真正的样子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不断地听讲道 来认识神真正样子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被恢复 我们的心灵需要得到医治 我们需要回到神 创造我们真正的样子 所以这是为什么 康曼歌牧师要来 我们需要回到 我们真正神创造我们的样子 然后我们也需要上圣经的课程 了解神真正的样子 所以我们才可以敬拜的是神 而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 或者是一个很恐怖的审判者 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真正的样子 所以我们医治自己的心 持续地恢复君尊的身份 我们恢复神真正的样子 还原神的真相 我们学会真理所教导的 敬拜的方法 都是为了敬拜神这一件事情 所以到最后我发现原来敬拜神 根本就是与神心与心的连结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经文 就是深渊与深渊相应 在这个诗篇里面 所以那天我本来是想要写一篇讲章 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我就 写出了一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就叫做 敬拜的心 所以我等一下一分钟之后就要来唱 现在还有一分钟可以讲 好 那么 另外在创世纪第四章的地方 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就是 盖颖跟亚伯都献祭给神 可是圣经上面讲说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 只是没有看中盖颖和他的礼物 可见我们从圣经上面得知到 敬拜就是一个献祭 而你所献的祭 神是那一个唯一有权柄 来说他看中或不看中 喜悦或者是不喜悦 通常我们在教会的敬拜课程 都是讲到就是 可能学习如何带领敬拜 可是呢 你会发现 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是 如何来敬拜神 就好像呢 今天如果我们要献礼物给总统 我们一定会确保我们的礼物 不会是一个可笑的礼物 一定是一个配得总统身份的礼物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丢点 今天总统驾到 或者是国王驾到 然后你给他的是一个PS2 或PS1 那是过时的 你要送就是要送PS4 或者是 如果你要给他礼物 就是要给他最好 因为你不会 你会确保 你的敬拜不是可笑的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 就好像是 我们去联考 去写考卷 然后老师收回考卷 怎么发现 在考卷上写说 这一题怎么样出会更好 那一题这样出不是很好 出错题目 好像是我们在给考卷打分数 好像我们觉得 敬拜团今天挑的歌怎么样 灯光怎么样 敬拜带的怎么样 可是其实相较于这件事情 真正的敬拜就是 你要讨神喜悦 然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最棒的一件事情 敬拜的重头戏就是 当我们真心献上祭物的时候 而当神悦纳 当神看重 当神接受了我们的敬拜的时候 神的心满足了 我们的心就满足了 Nothing new Nothing more 就是这个样子 敬拜的结 ending 敬拜的ending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我要来唱一首歌是 叫做敬拜的心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记得就是这个样子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个呼吸 每个确定都为了你 直到你 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你说清白不可虚假 只要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就是来自我心里 祝你 祝你救你 就越来自我爱你 在我爱你 我会真正把自我内心 我卸向一颗清白的心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 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你说清白不可虚假 只要记忽是来自我心里 祝你就越难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当我再次说我爱你 我会真诚罢自我内心 心与心 心与心 生远与生越相依 被火炼 被接近 爱你所使的敬拜你 心与心 心与心 生远与生越相依 被火炼 被接近 生命远与心 心与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 祝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 祝唯有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 主 无论付上什么的代价 主我们都愿意 摆上我们的所有来敬拜你 主我们都愿意献上我们一切所有的 来尊荣你 唯有你是配得 主唯有你配得 主我们感谢你 主把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 也把我们的奉献交在你的手中 主愿你来悦纳 主愿纳我们的奉献 愿纳我们的敬拜 愿纳我们摆在你面前所有的一切 主我们感谢你 愿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再次拍手把掌声归给神 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敬拜的时候 真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OK 我们接下来有一些报告事项 请大家拿出我们的周报来 在我们周报的背面 有我们的报告事项 请我们大家特别来注意 第一个我们要报告是 关于康迈克牧师的医治释放特会 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在我们凌凉三壮的大堂 也就是在这边 我们有康迈克牧师的医治释放特会 每一个晚上都是免费入场 欢迎大家能够邀请你的小组员 邀请你的同事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医治释放就是特别是针对心灵 有受到一些捆绑 有很多瑕疵的 或者你觉得他怪怪的 可能有些灵里面受搅扰 或者你就带他来到当中 康迈克牧师特别有这方面的恩高 他真的在圣灵里面有很清楚的领受 也非常有这方面教导的恩赐 所以每一次他来到我们当中都教导我们很多 也帮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得着释放 能够得着医治 OK这是下个礼拜有三天很特别的聚会 接下来呢在我们11月4号到11月7号 我们有一个自由事工研席会 那这个也是关于我们心灵能够得着医治 得着释放这样的一个聚会 哇那你说怎么刚有一个康迈克牧师 现在又有一个自由事工的特会 两个差别是怎样呢 康迈克牧师比较像外科医生 那这个自由事工比较像内科 所以你说慢性病 就是这个受到压制比较久一点的 或者心里面很多错误的形象 错误的自我观念 你需要得着释放 真的我们的生命需要得着释放 有人你被捆绑了一辈子 你都还不知道的 你更需要来到这个自由事工当中 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 我们一起来重建我们的生命 也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 可以来正确的来认识耶稣 我们光哥跟我们分享 君尊祭司的职份 我们君尊的敬拜 什么是祭司 就是你要帮助人可以来敬拜神 你要帮助人可以来敬拜神 所以邀请你的同学朋友 邀请你的同事 邀请你的小组员 让他们来到当中来敬拜神 阿们 好最后我们报告一个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六 下个礼拜六 9月14号因为是补上班上课 但是呢 我们的青年崇拜 照常举行 礼拜六晚上 现在这一堂的崇拜 我们一样是五点举行 那如果你下班就是已经七点了 其实你不用来了 鼓励大家你可以参加礼拜天早上 我们在各个福音中心的聚会 或者你来到这边参加山庄大堂的聚会都可以 如果万一礼拜六你真的上班要上很晚的 鼓励大家你直接参加礼拜天的聚会 那如果你礼拜六时间上是可以的 我们这一堂的聚会是照常举行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消息 好 我们报告就到这边 那最后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 就是我们的 我们青年墓区 我们拆派去到肯雅 非洲肯雅的宣教士博涵 回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来做肯雅的见证 拍手欢迎她 弟兄姐妹平安 首先我想要分享一个笑话 然后就是让大家了解 就是跨文化的故事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造人的故事 说神用泥土捏了人 然后送进烤箱 第一次不小心烤太黑 所以是黑人 第二次呢 太紧张所以很早拿出来 结果是白人 第三次刚刚好 时间温度刚好 所以是黄种人 那这是我们的版本 但是黑人的版本是 上帝用黑色油漆上色 因为黑色最美 所以第一次有够用的油漆 漆出来是黑人 第二个快不够用了 所以加水只弄出黄种人 第三个油漆没了 所以只能变白人 那白人是最糟糕的 黄种人还可以交朋友 所以这个故事只是帮助我们去想想跨文化 还有不同价值观的想法 那在过去一年 我在肯尼亚经历了很多文化冲突 首先是在今年年初 我在路上遭遇到一个疯子攻击 那他打伤我的脚受伤之后呢 我跌坐在地上 不但没有人帮忙 所有的路人都一直跟我 就觉得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然后都来跟我要钱 而且最后警察也来了 警察也需 就是要求我付那个疯子的精神病院费用 或者是监狱管理费 那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这个文化之间的不同 还有去接纳跟饶恕这个国家的人 然后最后神告诉我说 他的爱是烈火 如果是真正由神而来的爱 是可以打破跟拆毁中间的差异 而且神还要我悔改 因为我们基督徒必须去 就是看见每天 因为我每天都看见那个疯子 可是我却一直觉得不关我的事 那当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关我的事的时候 总有一天 就是这些事情就会伤害到我们 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的世界 我们每天的环境都是我们要去改变的 我们要把天国文化带到当中 所以不可以再有不关我的事的想法 Amen吗 所以当我心态改变 神就开了很多的机会 让我能够去到那边 跟很多的年轻人教会分享 然后就是到他们当中去分享 我们要转化改变这个社会 然后他们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 就是不认识神的 可是他们是基督教国家 但我们却要影响他们 去改变他们的社会跟环境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学习的区块是 在肯雅有一个华人教会 我在那边负责青年聚会 但过去一年 因为地主生意失败 把地卖出 所以我们的教会也被拆除 过程很难过 但是神有祂的心意 之后神要我们一切从祷告开始 所以呢在我住的地方 就开始有祷告会 查经聚会 青少年聚会 接着也把这些人 邀请到我的家来 神要我住的地方 成为这些孩子们属灵的家 神也赐下话语 神说你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有智慧的人 又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 所以我们开始有爱风舞活动 然后就是教孩子要爱父母 尊荣父母 也开始要父母们为孩子守望祷告 于是在今年六月 我们开始有一个感恩见证礼拜 然后孩子们分享跟父母亲之间 关系的改变 父母们也很感动孩子 就是被神得着了 所以接着我们就有受洗 青少年的受洗礼拜 父母也重新跟神律约 回到神的面前 之后这些孩子 更愿意成为神的门徒 开始愿意去到平民区当中 来服侍孤儿 我们找了一个孤儿院 让这些孩子住进去 然后在那边捡财烧水来服侍人 而且有课后的辅导班 所有我去年做的事情 现在都这些孩子们都可以开始做了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些就是神机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是原本到任何地方 都要拿丝纸巾 然后擦光所有的东西 然后后来可能她自己也受不了 然后神也工作 所以她居然开始能够 去到平民区当中 来抱这些孩子 感谢神 那这个墓园是一个宣教 很多宣教室的墓园 其中很多都是还没到 就刚到 然后就随土不服 或者是得虐疾死掉了 那我就觉得神告诉我说 我们今天能够有任何的生命气息 能够有任何的服侍 都是她的恩典 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用我们有限的生命 来服侍我们无限的神 那最后也祝福我们青年墓区 就是带着天国的文化 不论是从台湾开始 然后我们进相同的文化 中国 甚至到不同的文化当中 去转化世界 让天国文化带到 每一个世界的角落去 对 然后也请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 再次把我们的荣耀归给神 你拍手吧 掌声归给神 我们要一起为博涵来祷告 好不好 请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也请传络同工 带我们台上来 你知道我们不是把宣教士派出去 然后就让他在那边自生自灭 不是 我们整个青年墓区 我们把宣教士派出去 我们要成为他们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所以用我们的祷告 成为他坚固的盾牌 用我们的祷告 成为他最大的力量 用我们祷告的祝福 成为他在非洲那里 他能够在那里征战 他得力的秘诀 所以好不好 举起我们的手 伸向伯海 然后我们一起为他来祷告 也为整个肯雅的 这个社会能够被转化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祢祢 向omming 是的主耶稣 你必与你女的女儿同序 凡他脚掌所踏之地 你都要赐给他 主你为他敞开天上的窗户 主让他知道 所有的祝福 所有的供应 都是从你而来的 主你让他在你的里面 可以刚强壮胆 主要因为你的爱 使他一无所惧 主要在那个地方 我要看见主 你要为他开许多的门 我要看见有很多很多的恩宠 很多的Favor 都是要为你的福音来效力 我们要看见主你的女儿 在那个地方 主要带下你荣耀的国度 因为主你必与他同去 你的圣灵必见证 他口里所传讲的每一句话 耶稣谢谢你赞美你 他也带着我们的祝福 带着我们的祷告 主要带着我们与他一同站立 主要看见他所在的地方 完全地被你翻转改变 谢谢你耶稣赞美你 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再一次来祝福伯涵 我们也欢迎光哥 来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 拍手欢迎光哥 OK 好请坐 特别要分享一下下个礼拜 二三四的晚上的特会 讲到康迈克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 那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不但能够自己来参加 然后也可以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 如果你有觉得合适的 我刚刚在跟贤恩有开玩笑说 如果你在常常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发现他不是他 好像有别的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很需要带他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或者是 其实你自己里面可能有一些 你自己知道 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捆绑 有一些的压制 有一些的 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拦阻 我记得过去在我生命的里面 有一个很大很深的一个恐惧的灵 不断地捆绑我 然后挟制我 然后这个恐惧的灵就会限制我 要为神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也是这个恐惧的灵 一直挟制在我的生命当中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 我一直没有办法面对神 也没有办法回应神 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 直到我25岁的时候 就15年前 康迈克牧师在为我祷告 然后从我的生命里面 把这样子的灵 从我的里面完全地赶出去之后 我才开始领受神 在我生命当中 神所给我的呼召跟命定 开始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里面有哪一些的东西 可能是你一直在struggle 一直在挣扎的一些软弱 习惯捆绑等等的东西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 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由的里面 我们希望神释放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活出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那个最美好的心意 所以我要鼓励你 真的是预备你的心 渴慕地来参加这样的聚会 然后你不要把你的信心 放在讲员的身上 其实我真的相信 是神他亲自要来释放我们 是神他渴望他的儿女们 不再是在压制的里面 而是在自由的当中 所以我要你预备你的心 我们可以在这几天的当中 为自己来祷告 为自己来预备 当你来参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知道很多人可能都会 就是那个邪灵彰显的时候 在被服侍的时候 哇 就是叫啊 什么捏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 我特别我在被 我在25岁的时候 15年前 我被服侍之前的时候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 为我自己祷告 因为我真的很怕 我很怕我等一下在那边叫到 没有办法控制我怎么办 所以我就是很怕 那个邪灵彰显的时候 真的会那个 所以我就真的很迫切 我自己祷告 尽时祷告在神的面前 然后你知道 当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 因着他的信心也因着在我里面 我的预备跟我的信心 你知道我发现 那个灵 那个恐惧的灵 从我里面 一下子就出去了 我是倒下去 然后起来我感觉 我整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任何的什么尖叫 没有任何的什么吐啊 什么那些东西 全部都没有 然后我就得到释放 可是我觉得那个跟 我们的信心 跟我们怎么预备 很有关系 所以我要鼓励你 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你有机会 你如果来参加 这样子的聚会的时候 我都相信 这是我们很多人 生命极大突破的一个时候 但是你预备你自己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丢给那个 为你祷告一支的同工 或是丢给讲员或什么 你要跟神一起来同工 我相信你可以经历到 很大的自由跟释放 Amen 跟你旁边的说 你会得着自由跟释放 Amen 好 那今天晚上 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 然后我希望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早离开 我们可以有更多 来到神面前 来敬拜神的时间 那我上次呢 我们分享 这一季我们在分享 出与入 也就是征战 讲到的是 出与入 就是征战 War 有三个W 讲到War 敬拜 讲到的是Worship 跟做见证 讲到的是Winnessing Worship and Winnessing 这是基督信仰 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讲到出与入 入讲到的就是Worship 敬拜 而出讲到的就是 我们要去为主做见证 我们要来传福音 甚至我们要出去宣教 所以上次呢 在信息的里面 光哥分享 我们祭司的职份 祭司的职份 讲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讲到要管理帐幕 而第二个 祭司的职份 讲到是要带下 神的同在 我们说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行动 且活着的会幕 跟你旁边的说 你是行动 且活着的会幕 Amen 意思是说 无论你去到哪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带下 神的同在 无论你在校园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职场当中 你都是行动 且活着的会幕 你可以带下 神的同在 而第三个 祭司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来 侍奉神 敬拜有一个字 很重要 叫Latario 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侍奉的意思 侍奉的意思 所以敬拜呢 是要来侍奉神 这边告诉我们说 敬拜是为了神 而不是为了 要来满足我们自己 很多人来到 教会的里面 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 他觉得就是神 要来满足他所有的需要 然后我告诉你 那个顺序是不对的 顺序应该是 我们先来讨神的喜悦 我们先来满足神的需要 因为敬拜是来侍奉神 而当神的心 得到满足的时候 当神的同在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让我告诉你 你有任何的需要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有任何的困难 没有一件事情 是神不能够解决 为什么 因为当神 与你同在的时候 那是最大的恩典 那是最大的祝福 OK 所以第三个 讲到的是侍奉神 第四个 讲到的是祝福人 一个祭司 无论去到哪个地方 就是要带来祝福 带来祝福 祝福讲到的是什么 就是借由先知性的宣告 来催化出人的命定 无论你碰到哪一个人的时候 神都有把 你可以对他说的祝福 放在你的心里面 而当你宣告出来 当你说出来的时候 你不是看到那个人 当时的光景 我说的是一个 先知性的一个宣告 就像我们去寻宝一样 就像我们去 先知性的步道一样 我们可以宣告出 神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 那个荣耀的命定 那个荣耀的计划 我可以在他们的 生命的里面 看见那个宝藏的时候 我们宣告出来 你会发现 在他们生命当中 那个神的祝福 就开始启动 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 开始要来成就 神荣耀的工作 所以呢 身为一个祭司 我们也有一个 很重要的职份 就是我们要去 成为人的祝福 我们要去祝福人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的另外一篇信息 也是我觉得 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分享 我们一起低头闭眼睛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我们感谢你 主 因为你是佩德 主 你是佩德的主 主 今天晚上 我们不想要 只是更多的 了解敬拜是什么 主 我们想要 更多的经历 更多的来经历你 如同志德所分享的 我们要按着你所示的 来敬拜你 按着我们 你所创造我们的本相 真诚地来到你的面前 就求你教导你的教会 教导你的儿女们 怎么样子来敬拜 到底敬拜是什么 一句我真的相信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要在我们当中 要进到一个 完全不同的 一个level 完全不同的 一个阶段的里面 而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带着这样子的同在 进到我们所在的环境 耶稣谢谢你赞美你 所以你今天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来向你回应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有一次 各位的敬拜牧师 他说 虽然敬拜是 各位教会 非常重要的DNA 可是有好几年前 他们对教会的 敬拜团员 做了一项调查 他发现 即使是每一个礼拜 都在服侍的 这些敬拜团员 大家对敬拜是什么的答案 都不太一样 有些的团员 甚至没有办法回想起 他过去有任何一场 敬拜的经验 是让他们感觉 与神更亲近的 而连敬拜团 这个这么看重 敬拜的一个教会 他们的敬拜团 都是这样子的话 弟兄姐妹 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更不了解 到底敬拜是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传福音 教导 讲道 祷告 发预言 医治 赶鬼释放 门徒训练 宣教 词汇跟救援的事工 所有关乎基督徒 生活当中的一切 其实都是源自于敬拜 如果没有敬拜的话 我们顶多就只是一群 尽责做事工的宗教人士而已 敬拜是让我们把每一件事工 每一个所有的事情 转变成对神表达爱的一个动机 我相信 唯有当我们明白 到底敬拜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门徒训练列国 成为敬拜者 神告诉我们说 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祂的意思是说 使万民做那个可以来敬拜我 带下我同在 成为君尊祭司的 而你知道吗 当我们能够 我们明白敬拜是什么 而且我们可以开始门徒训练我们的周围 我们可以开始活出这样子的敬拜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的国会大有能力的降临在这地上 所以我们要来看 今天要来看 到底什么是敬拜 让我先来告诉你 什么不是敬拜 什么不是敬拜 你知道在希腊文或是希伯来文当中 跟敬拜相关的字 没有一个是与音乐有关的 我再说一次 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当中 跟敬拜相关的字 是没有一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所以当有人说 我好爱你们的音乐 我好喜欢你们的音乐 我想他们应该是搞错了 因为敬拜并不是音乐 或是任何一种音乐的风格 如果敬拜是音乐 或是某种音乐形态的话 我们就能够选择 我们喜不喜欢 我们就能够选择 这到底合不合我们的胃口 如果敬拜只是音乐的话 那我告诉你 敬拜就是给人 而不是给神的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敬拜的确是很 音乐的确是很棒的工具 很棒的工具 音乐呢 是神所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媒介 祂可以帮助我们 用我们的灵 用我们的魂 用我们的体 来与神相交来沟通 你知道当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透过音乐 你知道你的身体 很自然的就会拍手 很自然就可以跟着摇摆 而你的魂 你知道你的魂是很容易受到音乐的影响 当你听到某个音乐的时候 你的魂 你的情感 就会被牵动起来 而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灵 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神 是为什么 大阵明是这样说的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来爱主你的神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 音乐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音乐的本身不是敬拜 如果我们所focus 如果我们所专注的只是音乐的话 让我告诉你 你专注在错误的东西的上面 因为音乐并不是敬拜 那到底什么是敬拜 到底什么是敬拜 我们来看 今天来看几个敬拜 在圣经里面的definition 敬拜我们来看第一个 古英文讲的是 worthship worthship 古英文讲的是worthship 意思是说什么 worth讲到的是有价值 意思是说 你要给出有价值的东西 来证实我们所敬拜对象的价值 我再说一次 你要给出有价值的东西 来证实我们所敬拜对象的价值 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说 敬拜的最高峰就是奉献 Amen 敬拜的最高峰就是奉献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给出有价值的东西 来证明我们所敬拜对象的价值 神是有价值的 神是配得的 所以敬拜的最高峰就是奉献 当亚伯拉罕要献上他唯一的儿子 以撒的时候 他在说 我知道神很困难 我知道这个会让我很不舒服 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可是呢 我就是要将我这个世上 我最宝贵的 我的独生的儿子 我要献给神 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 神更有价值 对我来说神是配得的 他配得我把我最宝贵的 陷在他的面前 让我告诉你 敬拜就是献祭 敬拜是要付上代价的 另外呢 你会知道 你的优先次序 也会展现出 你所看重的 到底是什么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呢 从我们所花最多的时间 跟金钱的事情上面 我们很容易看出 我们认为 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我们会付金钱 跟时间的代价 有可能去看电影 有可能去唱KTV 有可能去shopping 有可能打online game 这些的东西都有可能 但是我要你想一想一件事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 因为等一下聚会完以后 我等一下也要去看电影 感谢主 但是我只要你去想一想一件事情 想一想 为了神 我们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 为了神 我们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 神对你来说 祂是配得你的时间吗 祂是配得你的金钱吗 祂是配得你把你最宝贵的献上吗 如果是敬拜 是神 把神的价值献给神 那我们敬拜所付上的代价 会让神与这个世界知道 我们有多看重神 你知道这个世界要怎么样看见你 很看重神 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 在你心里面的价值 他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神 你知道在美国 一个女人如果要让她的朋友知道 她订婚了 她会怎么做 首先呢 她会在她的朋友面前 把戴着戒指的手 放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她的朋友看到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很上道的反应 他们呢 会倒抽一口气 把手捂住嘴巴 然后发出战弹声 哇 你知道吗 男人也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事情 可是对女人来说呢 那枚戒指就说明了 她的未婚夫到底有多看重她 有没有到一个地步 她愿意吃半年的泡面 每一天走路上班 省吃俭用 只为了要买一个戒指 让她的未婚妻能够知道 她有多看重她 让我告诉你 当这个女人 当这个女孩子 向她的朋友展示这个戒指的时候 她是在宣告一件事情 她在宣告 你们知道吗 我的未婚夫有多爱我 回到敬拜的里面 身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既不可爱又不忠心 还背逆到令人傻眼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完美 这么荣耀 这么圣洁的王子 去选这个刚硬又不可爱的女子呢 让我告诉你 天使 魔鬼跟这个世界 都跌破眼镜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她的这样的选择 直到他们看见那枚戒指 你知道神是如何证明 我们对祂有多宝贵 我们对祂是多有价值的吗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八集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集 我们来读一杯 来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十字架就是基督给我们订婚的戒指 十字架就是基督给我们的订婚戒指 上面镶着一颗血红的宝石 是用神独生爱子的生命 跟祂的宝血 仲价所买书回来的 而当祂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戒指 拿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祂是为了要来赢得心腹的心 为了要向我们证明神爱我们 甚至胜过祂自己儿子的性命 而如果十字架证明了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 那我们的敬拜也就证明了神在我们眼中的价值 意思说我们现在也要拿一个戒指给神 我们要让神看见一个戒指 你知道那个戒指是什么吗 那个戒指就是你的敬拜 我们的敬拜像是一个订了婚 在热恋当中的人吗 还是你的敬拜仍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单身的 没有订下来 还在游戏人间没有找到真爱 你知道天堂地狱还有这世上的人都在观察我们 请问这些人他们真的是相近神的吗 他们是真的爱神的吗 而这位神他们真的也是值得我们来跟随 来为祂而活来为祂献上生命吗 你知道吗 他们在观察我们 而他们要看到的证明是什么 他们要看到的证明就是那枚戒指 也就是我们的敬拜 你不了解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敬拜是在告诉这个世界 神是多有价值的 神是值得我们去为祂而活 甚至愿意为祂舍命 而亲爱的青年牧区 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请问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在敬拜的当中 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吗 这位神对你的生命真的有这样子的价值吗 因为敬拜是负责 我们每一个礼拜在一个地方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请问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发出来的讯息吗 还是当那些人看完我们敬拜以后 他们说这个神也没什么了不起吗 这个神也没有什么佩德吗 No 神是佩德的 Amen 神是佩德的 神是佩德的 你看见耶稣的那个订婚戒指 血红的宝石 用祂的宝血 然后我们说主啊 我们的敬拜也是要来回 你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我在唱主宝雪那首歌的时候 我的里面真的充满了感恩 每一次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 我的里面充满了感恩 因为神每一次就透过十字架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吗 我的心腹 这就是我给你的戒指 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心里想说 神啊 我也要给你一个戒指 就是我的敬拜 就是我爱你的心 Amen 敬拜 is worship 神对你来说 祂是佩德的嘛 祂是佩德你付上代价的嘛 第二个敬拜其中的一个字 希伯来文是Abed这个字 Abed这个字 Abed这个字呢 意思是奴仆 Abed这个字意思是奴仆 生命之地十五章 那个里面要说到 当一个奴隶 卖身的契约时间 已经到的时候 如果他仍然很爱这个主人 如果他不想要离开这个主人的话 他可以选择继续地留在主人的家里面 做永远的仆人 因为他不想要离开这个主人 他太爱他的主人了 而让我告诉你 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如此 我选择服侍神 是因为他爱我 而我也爱神到一个地步 我愿意在我接下来的年日 一生来服侍他 你知道宗教跟敬拜不同的地方在于 宗教会让我们感觉像是奴隶 像是奴仆而已 服侍神是出于被强迫跟恐惧 服侍是因为我们没有的选择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让一个敬拜者 他却拥有的是一个完全的自由 他的服侍 他的顺服 他愿意留在主人身边 都是出于他爱的选择 而你看见他圣经的当中 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人 他们都将自己定位成 他们所爱的那一位主的仆人 他们说我们是那一位 我们所爱主的仆人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你知道常常我在跟菲利牧师一起带聚会的时候 他都会说这句话 让我给你介绍我的主 让我跟你介绍我的主 让你跟你介绍我生命当中 我的主 他掌管我生命当中的一切 我是用我的爱 用我的全人 用我的全心来服侍他 来侍奉他的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可以大大的被神使用 因为他们知道敬拜就是因着爱而侍奉耶稣 你知道在灵界战场这本书的当中 Chris Valentine牧师分享了一个故事 我也曾经在我们当中分享 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 嫁给了自己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婚后不久 她却发现她的丈夫很爱乱发脾气 个性非常的专制 蜜月的第一天晚上 丈夫坐在床边 递给了她一张责任清单 列出了她对妻子所有的要求 而接下来的十年 做妻子一直很努力 要尝试去满足丈夫的要求 可是不管她多努力 她都还是不满意 她里面就觉得很恐惧 她里面就觉得很挫折 后来有一天 丈夫心脏病突发而过世 几年过去之后 这位温柔婉约的女士又再婚 这一次她嫁的是一位谦谦君子 丈夫非常的爱她 对她宠爱有加 她们的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 许多年过去了 有一天女士在整理 跟在身边多年的白宝箱的时候 她意外地看到 她第一任丈夫 在蜜月的第一天晚上 交给她的那张清单 她看着那张单子上面 所有的要求 她的心中突然感受到 一股焦虑跟恐惧 她像过去那样子的感觉 又全部都回来了 然而在那个时候 很奇妙的事情却发生了 她突然发现 她突然明白 那个单子上面所列出来 她之前永远都做不到的要求 正是她这些年来 天天甘心乐意 为她现在的白马王子 所做的事情 她以前都做不到的事情 可她现在天天在爱了里面 她甘心乐意地 为她的丈夫所做的这些事情 而让我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敬拜 服侍不是规定 服侍不是因为我们被强迫 我们没有选择 而是服侍是一个在爱的里面 一个我们自由的选择 耶稣已经释放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已经不再受罪的捆绑 我们不再受一些 这些律法的捆绑 让我告诉你 在这个自由的里面 不是说我们就放纵我们的自由 不是在这个自由的里面 我们就放纵神的恩典 在这个自由的里面 我们做一个选择说 神我要来服侍你 以前是律法叫我服侍 以前是这些原则 这些规定叫我要来服侍 但现在神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出具自愿 那个主人说 You are free You can go 你可以走了 你的那个契约已经到齐了 你是自由的人了 可是你对耶稣说 你永远都是我的主 我爱你 我不是因为被逼迫 我不是因为被强迫 所以我才来服侍你 我是因为爱你 所以我可不可以一生跟随着你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敬拜 这就是敬拜 讲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正确的在服侍的里面的一个心 记得儿子跟恋人 是在爱中服侍 仆人却是在恐惧中来服侍 你不是奴仆 你不是奴隶 你是儿子 你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你是在爱里面来服侍 Amen 跟你旁边的说 让我们在爱里面来服侍 Amen All right 第三个 在希腊文中最常被翻译成敬拜的字 就是Prosconio这个字 Prosconio这个字 意思是俯伏于某人面前 去爱慕某人 以及去亲吻某人的手 就像那个有罪的女人 我们读到的 她用眼泪跟香膏 高抹耶稣 并且她亲吻耶稣的脚 法利塞人看见的时候 他们就斥责她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非常不合一的事情 可是耶稣却替她说话 耶稣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第七章 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 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 有吗 没有 OK 好 我念给大家听 OK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个女人用香膏磨我的头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她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你知道吗 这是在福音书当中 唯一一处 耶稣提到有人表达出对她的爱 而耶稣认可了亲吻 这种对她爱的表现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比较像是硬邦邦的法利塞人 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很不合一的 为什么要跪下 为什么要情绪 情感这样子的表达 我们里面就是很硬邦邦的 可是让我告诉你 敬拜是什么 敬拜是一种亲密爱意的表达 我记得有一次 菲利牧师在天国文化退位的时候 他请我们的同工买一束花 在聚会的当中的时候 他说神啊 我要献这束花给你 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这个人超怪的 为什么要献花给神呢 可是你知道吗 当然他就是在对神表达他的爱意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对我们的女朋友 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表达爱意 可是你知道我们觉得对神表达这样的爱意 送花给神 你知道他在聚会的当中 他就送花给神 然后常常在聚会的里面 他就说神啊 他就是让我们给神一个绯闻 我一直都觉得好怪喔 这个人怎么那么怪 我们的文化没有这样子 我们的习惯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别扭 很怪 真的很怪 然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可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我不是成长在一个 很会表达情感 或是那种又亲又抱的家庭的里面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 而且有些时候在华人的教育里面 在这些方面比较保守 比较硬邦邦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的障碍 然后让我告诉你 我们的神 确实很敞开表达情感的神 我们的神 刚刚我们的同工说 我们的神是 祂的爱是烈火 我们的神是很敞开表达情感的神 这是为什么耶稣受难记 这个电影的英文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讲到的是基督的热情 因为十字架就是一个情感 最终极的表达 十字架就是一个情感 最终极的表达 It's His Passion 你不能够期待神改变 祂自己来配合我们 而是我们需要跳脱 缺乏情感的文化 来学习到底 Prosconio的敬拜是什么 为什么在敬拜的当中 肢体跟情感的表达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女人 会想要嫁给一个 不会表达爱意 不会去牵她的手 不会想要亲她 抱她 和她好好说话的男人 你说光哥 我家男人就是这样子 那我告诉你 那也是结婚之后很多年 然后呢 让我告诉你 这个也不是神所 Intent的啦 OK 这不是神所 设定要这样子啦 所以你要去参加那个 夫妻恩爱营 OK 你说光哥 我家的老公就是这样子 那个 我告诉你 他开始绝对不是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 绝对不会这样子 没有一个白痴的女人 会要一开始就选择 这样子的一个男生 同样的 所有的弟兄 没有男人会去选一个 对他没有一点渴望 没有一点热情 像死鱼一样 冷冰冰的女人 然后呢 当你要碰她的时候 你要对她表达爱意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很恶心 很反感 不要碰我 Don't touch me 没有一个男人 会想要跟这样的女人 在一起的 让我告诉你 耶稣也不要 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完全地展现了 他的热情 就是为了要赢得 那些对新郎 充满了渴慕 跟火热的幸福 你对神是渴慕的吗 你对神是火热的吗 你对神是充满了热情吗 让我告诉你 爱谁都会说 可是有没有表现出来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知道 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沟通 都是肢体的语言 神不会接受光说不练的行为 祂会看我们的肢体语言 你说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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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都在我的心里面 让我告诉你 No 爱是要沟通出来的 爱是要表达出来的 那我们要如何透过敬拜 来表达对神的爱呢 很多人都听过 Gary Chapman的 爱的五种语言 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呢 这本书告诉我们 我们有五种不同 也有可能是混合表达 及接受爱的方式 这五种爱的语言呢 是第一个 肯定的言语 第二个 精心的时刻 第三个 收受或是 馈赠礼物 第四个 是服务的行动 第五个 是身体的接触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着五种不同 有可能是混合 有可能你是第二个 或是第四个 有可能是第一个 或是第三个 就是我们都有不同 我们习惯说的 跟接受的爱的语言 而我们最常会犯错的地方 我们最常会出错的原因 是在于我们只用 属于自己的爱之语 去对他人表达我们的爱 我们用我们所习惯的 我们喜欢的 我们熟悉的方式 来对别人 来甚至对我们的另外一半 来表达我们的爱 可是这是我们 最常出错的地方 是因为对方 不见得是能够 感觉到那个是爱 他不见得是能够感受到 他不见得是在讲 跟你讲同样爱的语言 就像是 如果我要送钢铁人 给谢恩的话 他会觉得你去撞墙算了 刚好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他还在跟我讲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每一次 你在跟我讲钢铁人的时候 我就会进入到一种 这种睡眠的里面 就是很想睡觉 就真的 就我今天在跟他讨论说 我那个钢铁人的柜子 我要放在哪里的时候 他给我直接睡着 他直接在那边 我说怎么会睡着了 就是他整个就进入到一个 就是那个很没有兴趣的 完全没有兴趣 然后完全冬眠的这个里面 他对那个没有兴趣 所以不管我 我觉得这个多兴奋 我觉得这个多好 我觉得这个很棒 我要给他的时候 那个不是他所在讲的语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的错误在那个地方 对神也是一样 有一些我们认为 是对神表达爱的方式 可是神却不是这样想 例如说对神唱 深深爱你这首歌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 或是任何 好像讲到我们爱神的诗歌 让我告诉你 并不见得会让神感觉到 祂是被爱的 只是张开你的口 跟着所有的人 一起唱别人所写好的诗歌 让我告诉你 这就好像是 有人送了我一张 只签了名的空白卡片 不管这张卡片的文案跟设计 有多美 有多感人 我都不会感觉到被爱 我都会觉得 你好浪费钱 还不如把你买卡片的钱 如果你什么都没写的话 只签了一个名 还不如把买卡片的钱 买一瓶养乐多给我算了 我还比感觉到 比较有点被爱 让我告诉你 神也是一样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着大家一起 在唱歌的时候 你心里面根本没有进去 你所在唱的这些歌词 你在唱别人写的 你在唱别人的感动 可是你里面 没有一样同样的感动 没有一样同样的情感 当你在这样对神唱的时候 你以为说 神啊 我在敬拜你 我是在爱你 神说我没有感觉到 因为你在唱的东西 就好像是 我在收到一张卡片 只有签了名 然后里面所有的设计 里面所有的话 都不是你写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神也是这样 幸运的是 这五种爱的语言 都是神发明的 神都精通 肯定的原因 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的是赞美 精心的时刻 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的是灵修 亲近神的时间 收受礼物 讲到的是 十一 还有奉献 还有给予 服务的行动 讲到的是 我们对神的服事 身体的接触 讲到的是 神渴望来触摸 安慰 医治 并且贴近我们 而神也要我们 用我们的身体 来经历他 并且用你的肢体 来表达出 你对他的爱 你对他的敬拜 所以到底光哥 什么是神所认可 来表达 对他爱的方式呢 是的 我想要对他表达 我对他的 想要对他表达爱 我想要对他 表达出我的敬拜 我要怎么样子 来对神 表达出我们的爱呢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五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三节 跟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来 你们 可以吗 好不好 大家有点精神 预备 再重来来 预备 来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 让我告诉你 神爱的语言就是顺服 神爱的语言就是顺服 任何的事情 如果不是出于顺服的话 对神来说就毫无意义 神知道谁才是真正爱他的 就是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 你说光哥 为什么顺服很重要 因为顺服将真实的敬拜 和情感主义区分出来 第一个顺服将真实的敬拜 和情感主义区分出来 情感主义者 他们是过度的敏感 他们非常的情绪化 而且很不理性的 他们在神的面前 不断的表达他们的情感 好像感觉到很火热 没有错 神是要我们表达情感 但是有些的人 可以敬拜的时候 流泪 倒地 呼喊 很多很多的情感 很多的感情 但是神说唯有顺服 才是真正的敬拜 你可以倒在这个地上 你可以跪下来 你可以敬拜 你可以做这些 所有这些的表达 It's ok 神说很好 表达那些情感 可是神说 爱我 有一个 一个语言 那个语言就是顺服 当我说话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在 这些的聚会 在Gateway的聚会里面的时候 每一次最后结束的时候 牧师都跟他们讲说 今天神在对你说什么 如果你听见 你去做 你就是爱神 如果你听见 你去做 你就是爱神 你不是只是 哇 他能看见 他是那种火热的宗教分子而已 很crazy的 然后很emotional的 不是这样子 耶稣说什么 顺服 就是真正的敬拜 第二个 为什么顺服这样重要 因为顺服会使敬拜 不会转变成逃避现实的 重要因素 顺服会使敬拜 不会转变成逃避现实的重要因素 只有情感 没有顺服的行动 就是虚假 你知道我们可以一直唱诗 或是聚会 却不去做 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吗 我们可以一直在一个地方唱诗 可以在一个地方聚集 可是却不去完成 神所要我们去完成的大使命 我们可以一直进食祷告 我们可以请雨如all day long 但是却对我们的家庭 校园 时长的光景是不闻不问的 我们不愿意去回应 神要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盼望 跟解答 让我告诉你 顺服才是真正对神爱的表达 然后意思是说 光哥要开始要讲一个东西 如果你只是来聚会 你只是来团契 却不愿意服侍 去传福音 去宣教 去顺服神要你去做的事情的话 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I don't care how much time 你花时间清雨如 I don't care how much time 你花时间进食祷告 如果你没有顺服 神要你去做的事情 你没有go do something 去完成神的大使命 去服侍人的需要 去祝福别人 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为什么 因为神measure 你爱祂的是什么 把你听到祂的话 你怎么样 你顺服 顺服是神爱的语言 顺服是神爱的语言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95篇第6节 诗篇第95篇第6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来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再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你知道吗 敬拜者会确保自己的心 以及地位 总是适当地降服于他的主 我们刚刚讲到顺服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一个敬拜者的心 他会很适当地降服于他的主 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头 是高过王的头 敬拜西伯来文 这个字 旧约西伯来文 讲到的是 Shaka这个字 Shaka这个字呢 就是跪拜 他跟向下屈身 是连在一起的 意思是说 当旧约的人 他们敬拜的时候 他们会屈膝跪拜 在神的面前谦卑 在新约的当中 我们刚刚说到 敬拜的西伯来文 希腊文是Proscunio这个字 它的意思是 因着爱慕 而俯伏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旧约讲到的是 这个Shaka是跪拜 新约Proscunio讲到的是 因着爱慕 而俯伏在神的面前 你会看见 新约的敬拜者 其实是比旧约 还要更加的谦卑 因为旧约是跪下 对不对 新约是什么 新约讲到的是俯伏 俯伏是面朝下 趴在地上 你的面朝下 趴在地上 那个讲到的是敬拜 而且新约除了强调 身体的姿势 那个外在的行动 还加上了对神的爱慕 跟爱的表现 这些成分 是因着爱慕 所以我们俯伏 在神的面前 因此屈膝 跪下 跟俯伏 一直以来 都是敬拜的基本动作 我再说一次 圣经告诉我们说 敬拜的基本动作 就是跪下跟俯伏 跪下跟俯伏 是敬拜的基本动作 因为敬拜就是将你的全人 完全地降服 在这位君王的面前 我要问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不用回答我 你有多久没有跪下 在神的面前 因为圣经说 敬拜就是什么 就是跪下 就是跪拜 就是俯伏 光哥我膝盖不好 光哥我不行 我没有办法 没有 我只告诉你 圣经上说的是什么 敬拜是什么 敬拜就是跪下 俯伏 在这位君王的面前 为什么一定要跪拜 因为神不只是我们的父神 祂更是我们的君王 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具有双重的权利 也因此 祂值得我们双倍的尊容 在天国的尊容文化的里面 讲到的不只是尊容人而已 尊容的文化的最基础 讲到的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 要在尊容人面之前 你要先学习怎么样来尊容 来敬畏这位神 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第四章 第九集到第十一节 那个地方讲说 每逢四国物将荣耀 尊贵 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 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的冠冕放在 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佩得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也是 因着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你看见在《启示录》的当中 连二十四位 尊贵的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都谦卑 伏伏在神的面前 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神的脚前 请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跪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屈膝的时候 我们会很不好意思 我们会感觉到很丢脸 为什么你会觉得 伏伏敬拜不是我们的文化 让我告诉你 我们再次说 我们不能够期待 神放弃他天国的文化 来接受我们属肉体 骄傲的想法 教会之所以有形式却没有能力 是因为我们期待神 需求自己 来接受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 跟我们的习惯 如果我们希望 神的国能够在地如在天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做 在天上所发生的那些的事情 在天堂的里面 让我告诉你 现在四伙五个二十四位长老 还有众圣徒 他们是屈膝 俯伏在敬拜 如果我们渴望看见 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的话 我们必须要开始 现在从现在开始 做天国在做的事情 就是屈膝 敬拜在神的面前 这个就是天国的文化 我们不能够要求 神要放掉天国的文化 来驱救我们教会的文化 不是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放掉我们的文化 来看见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当我们跟着做的时候 你会看见 神就会怎么样 大有能力的降临 在地如在天 分离比书第二章第十九到十一节 那个地方讲说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你看见什么 你看见连天上的众圣徒跟天使 地上的万物 还有所有阴间黑暗的权势 都得要跪拜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请问我们到底在骄傲什么 请问我们到底在拽什么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屈膝 跪下在神的面前 神说祂会阻挡骄傲的人 祂绝对不会设立祂的宝座 在骄傲的人当中 我们说主啊 我求祢来 所以我们愿意谦卑 屈膝在祢的面前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 就是骄傲地映着景象 以及神差点不与他们同去 应许之地 我们来读 在出埃及第三章 第三节那个地方 我们先来读好不好 预备来 领你到那流南雨滅之地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什么叫做硬着景象 你现在试着做一个动作 OK 现在把你的头部 这个颈部附近的这个肌肉 很用力 用力 用力 然后你试着要把你的头 现在要往下压 你看看可不压 有没有办法压 很用力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硬的景象 动都不会动 很用力 然后我刚刚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硬的景象一定要这样子 直的这样子 才有办法硬的景象 你这样子没有办法硬的景象 你懂吗 很难 很难 你是这样子 很硬 你的景非常硬 这样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态度吗 这就是拒绝跪拜的态度 这就是拒绝谦卑在神面前的态度 硬着景象就是拒绝跪拜 拒绝让自己降服于神的命令 跟神的方式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基督徒对顺服是这么抗拒 对顺服的信息 这样子的反感 答案就是因为我在我们里面的骄傲 别的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说 所以你们要自卑 你们自己要谦卑 服在神大人的手下 到了时候 祂必叫你们升高 让我告诉你 我跟你分享 一个秘诀 敬拜的秘诀 你知道在敬拜的当中 在哪里最有恩高吗 当你越低的时候 越有恩高 当你站得越直跟越舒服的时候 越没有恩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始去操练的时候 我发现 我最能够感受到神的恩高 神的同在 神的大能 是当我的姿势 是越低的时候 是当我越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越不顾 别人怎么样看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的同在 是最强烈在我的身上 那个时候是神 祂乐意设立祂的宝座 在我的身上 这是一个秘诀 我里面 我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picture 我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画面 神你的宝座就在我的前面 我要怎么样面对你的宝座 你是那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 你现在要来到门当中 我要怎么样子来回应你 我就发现我很容易就跪下在神的面前 我很容易就伏伏在神的面前 当我在唱神啊 你是佩德 你是佩德 你是佩德的时候 你可以说 神啊 你是佩德 佩德啦 OK啦 你佩德 神说你是佩德 你是佩德 你的敬拜 是不是伏伏在神的面前 声音当中最好的敬拜者 就是那些愿意在神面前谦卑 并且顺服于神的方式 而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 你知道当耶稣在科西玛林园 在面对他就要上十字架的痛苦的刑罚的时候 他说敬拜是什么 他说敬拜就是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当自己约翰面对他的事工减少 而他全部的门徒都去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说敬拜是什么 他说敬拜是 他必兴旺 我必衰尾 当玛利亚知道神的计划 是要让他未婚怀耶稣的时候 他会面对到极大的羞辱 拒绝痛苦的时候 他说敬拜是什么 他说敬拜就是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让我告诉你 这些就是敬拜 敬拜是态度 也是行动 它跟罪一样 罪是有内在的态度 加上外显的行为 那我告诉你 敬拜也是有内在的态度 加上外显的行为 敬拜的内在的态度 就是爱 而他的外显的行为 就是降服于基督的王权 也就是顺服 当十字架赦免 医治了我们的罪的内在态度 跟我们罪的外在行为的时候 他同时也启动了我们里面 对神爱的心态 和外在行为上 对神的顺服 好不好 每一个人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 到最后我要跟你分享 敬拜 它启动了我们里面 对神爱的心态 跟外在行为上 对神的顺服 这就像圣经当中 最完整描述 敬拜的一幅图画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 香膏玉瓶的故事 这个女人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她的 她来到耶稣的面前 她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她知道她是不配的 耶稣为她所做的这一切 耶稣为她的身上成就了极其美好的工作 她知道她是不配的 所以她就用她的眼泪来为耶稣洗脚 她用她的头发 你知道当时头发代表的是女人的荣耀 她用她的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 而且她不停地亲吻耶稣的脚 接着她要做了一件事情 她打破了那个昂贵的香膏 你要知道那个香膏 当时是每一个女人 她们存了一辈子的嫁妆 这个香膏不是一个香水的瓶子 你可以喷出来一点点 这个香膏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你就必须要打碎打破在这地上 把它全部都用来 你知道吗 她为了耶稣 她打破了那个香膏的玉瓶 是整瓶都倒在耶稣的身上 你知道这是多么的奢侈 可这却是如此的谦卑 请问我们能不能够像这个女人一样 这样子来敬拜她 来向神屈膝 心中印着感恩 神啊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原是不配的 但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 我们心里面被感恩燃烧着 我们向神倾倒出我们的情感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表达出我们对她的爱 用我们的荣耀 像那个女子 她用她的头发 她的荣耀 来洗耶稣的脚 来擦干耶稣的脚 你也用我们的荣耀 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才干 来服侍她 并且毫无保留地 来尊荣她 不管在场的法利赛人 在场的家的门徒 他们如何批评我们 他们说我们浪费 为什么你要跪下 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不合一的动作 为什么你要降服 为什么你要这样热情的表达 那我告诉你 在当时有法利赛人 在现代的教会的里面 也有法利赛人 但是你月面像那个女人一样 说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你知道这个故事 让我觉得最难过的一点 就是耶稣说 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处 耶稣提到有人表现出对她的爱 圣经里面唯一一处 有人对耶稣表达出她的爱 意思是说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除了天父的爱之外 她只有一次有感受到被爱 就是这个女人 为她所做的事情 然而这个女人却遭受到 无情的批评跟羞辱 今天晚上当我们要来敬拜她的时候 我要问在我们当中有多少年 你愿意像这个女人一样 懂得怎么样在爱中 来敬拜耶稣 懂得怎么样不顾一切的 因为你知道敬拜 就是我的神 祂是配得的 我原本是不配的 但是祂是配得的 祂配得我所有的一切 祂配得我最宝贵的 因为我开始明白 到底敬拜是什么 所以我愿意像那个女人一样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开始从耶稣的眼光 我开始从耶稣的眼睛的里面 可以看到真实的自己 看到我的过去是如此的破碎 如此的污秽跟不堪 可是现在看见从祂的眼中 祂对我的那个爱 祂说 孩子 你配得我的爱 我要为你戴上 我要给你的 这个结婚戒指 你就是我的十字架 就是我在十字架上 为你所成就的一切 你是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相扶你自己 来顺服 来向祂表达你的爱 神是所有一切爱的源头 而任何所有爱的源都是祂所发明的 祂乐意向你 用你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你来表明祂的爱 不然今天祂还在问你 孩子你是这样爱我吗 你是这样的来敬拜我吗 你是更多的来磕目我吗 我的负担是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晚上有多少人 你说 主我要像那个女人一样 当你在世上的时候 那是你唯一一次感受到被爱 可是现在 让我每一天 都让你感受到被爱 你说无论福音传到哪一个地方 都要纪念那个女人 为我所做的事情 主我愿意像那个女人一样 我要成为一个敬拜者 我要单单的来敬拜祢 我要单单的来爱祢 我要我全所有的 来爱祢 来跟随祢 因为祢配得 亲爱的主耶子 今天晚上 弟兄姐妹我有两个护照 第一个护照 护照在门当中 有没有人 你还是非基督徒 你还不认识耶稣的 今天晚上 神在向你显明 祂对你的爱 你说你知道吗 你对我有多宝贵 我的独身爱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我所要给你的戒指 就是十字架 我的儿子为你所成就的 用他的宝血 来洗净你所有的罪 只为了让你可以戴上这个戒指 来到爱你的天福的面前 他说孩子我爱你 我爱你 我渴望跟你有一个关系 我渴望住在你的生命当中 永远都不离开你 你是我所爱的 今天晚上 让祂对你显明祂的爱 祂说我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我的儿子为你牺牲了祂的生命 你愿不愿意 对这个爱来做出一个回应 说耶稣 我也要来爱你 耶稣我也要接受你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 我愿意更多的看见 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你要承受你荣耀的工作 我要回应你的爱 这是第一个呼召 我要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第一个邀请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祂是所有爱的源头 祂是所有盼望的源头 祂是你信心的源头 祂是你得胜的源头 祂是这样爱你 当你回应祂 让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你要更多的感受到 祂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要感受到祂的生命 祂的同在在你的生命当中 好不好 每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 我数到三 如果你要接受耶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 我要给你这样子的机会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把你的右手高高的举起来 当耶稣看见 你知道吗 你举起来你的手 就是对祂爱的一个回应 你就已经踏入了成为一个敬拜者的第一步 你说耶稣我要向你回应 你对我的爱 我要向你回应你对我的爱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咱们当然有任何人也要接受耶稣的 今天晚上 你不要忽略在你里面的那个感动 耶稣就是这样子的爱你 我数到三 一 二 有没有人要接受三 把你的手举起来 接受耶稣的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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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利亚 可以把你的手放下 耶稣我赞美你 感谢你 我的第二个呼召 我要呼召 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有一个心智 说主我想要像那个女人一样 我想要像那个女人一样 如同香膏 在你的面前浴瓶 在你面前大破 我把我的生命 一个敬拜者的生命 也带到你的面前 因为耶稣我有你配得 不管别人怎么样看我 不管别人怎么样批评我 主要不管别人 我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都不在乎 我就是渴望来敬拜你 我就是渴望 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就是把我一切 所有都献上 在你的面前 我要让我的生命降服 在你的面前 我想要像这个女人一样 如果那是你的话 等一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的位子上面 或是你可以来到台前 跪下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祷告 今天晚上让我们来回应神 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爱 或是在你的位置上 或是你可以离开你的位置 进到走道 你要怎么样子的方式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跪下 你可以服服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来敬拜他 我要请值得带我们来敬拜 心灵 祝你求远啊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当我再次说我爱你 我会真正惩罚自我内心 我欣赏一颗清白的心 所以 ves stuck在你 我不离开你 全世界都得 сам 每个忽悉 每个候悉 每个空间 每个准备 都为了你 直到你带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你说清白不可虚假 只要起无事来自我心里 祝你就圆啊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当我再次说我爱你 我会成神发去我内心 从来回想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祝你耶稣 值得就是我全所有 每个路径 每个路径 每个决定都为了你 直到你带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你说清白不可虚假 只要起无事来自我心里 祝你就圆啊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 当我再次说我爱你 我会成神发自我内心 心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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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与神愿相依 被火烈 被接近 爱你 心与心 心与心 神愿与神愿相依 被火烈 被接近 爱你 心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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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与神愿相依 被火烈 被接近 爱你 做事 心与心 神愿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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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仇与心 被火烈 被接近 爱你 stock Nazi 爱你 有机会 新手 至此 还想到来祷告 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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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吕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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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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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的心来成为你可以掌心的地方 来可以成为你可以卸平你荣耀的地方 坐在我内心的宝座下 我要线上紧帆 闻到雨和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我上我之处 要线上紧帆 闻到雨和时 依然阳神歌唱 在我上我之处 我要线上紧帆 闻到雨和时 依然阳神歌唱 依然阳神歌唱 在我上我之处 要线上紧帆 我早予阳神歌唱 在我心脏事成为我道路 在我心脏事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线上紧帆 在我心脏事成为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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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 线上紧帆 在我心脏事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在我心脏事成为我道路 在我心脏事成为我道路 我要先向敬拜 我早一个时 依然要向歌唱 一生一样的美 我美好求助 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 我亲爱天母 你孤岛真的爱 我一生爱赞美你 一生爱敬拜你 一生要赞美 我美好求助 你的爱是我生命全部 一生要敬拜 我亲爱天母 你孤岛真的爱 让我心能满足 我你孤岛再祝福 我孤岛真的爱 祝福 也是 耶稣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祝你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祝你来帮助你的教会 祝你来帮助你的牧群 要成为一个真实敬拜你的牧群 成为一群真实敬拜你的一群人 一直以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福 我们无论去到哪一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带下你的同在 我们都可以带下主你的国度 祝你 求你让我们真的明白 也开始活出来操练 什么是真正敬拜 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主要不只是这些音乐的里面 主要不只是真的 只有在台上有敬拜团的时候 我们才在敬拜 主要乃是我们每一个时刻 我们学到敬拜的心态 我们就活在你的面前 是一个谦卑 是一个向你敞开 是一个毫无保留 是一个完全地表达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在你面前 也是一个完全地顺服 这种降服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所给你爱的一面 耶稣 我赞美你 感谢你 祝你在我们当中 你做更大更荣耀的工作 是透过一群敬拜者 透过一群敬拜者 主不只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更是要在我们所在的环境 你要更多的透过这群敬拜者 来成就你荣耀的工作 耶稣 谢谢你赞美 今天你呼召你的教会 成为一个敬拜 成为一群敬拜者来到你面前 我赞美敬拜 你是配得的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尊贵 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感谢 都是属于你的 你配得 耶稣 我赞美你 好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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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你是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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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教会 在你的百姓 主要 在这个国家的里面 你是配得敬拜 你是配得被赞美的 哦 主要 在你的百姓中间 哦 主要 在我的城市里面 你是配得的 你是配得的 哦 耶稣 你是配得的 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成颂的 哦 谢拉巴巴巴巴巴巴 耶稣 我赞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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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坐下来 感谢主 就像我刚刚信息一开始所说的 所有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那个源头都是敬拜 所有所做的一切的事工 一切每一个事情 都是敬拜 所以我真的渴望 我们每一个礼拜 我们每一次有机会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都是全力以赴 我们都是把神所配的那个敬拜 献给神 神配的 神祂真的配的 你知道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今天在清雨炉 一个蛮好笑的事情 然后分享完就是 OK 我坐在那个地方 我们在清雨炉敬拜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的敬拜 常在带敬拜 我就很想要跪下来 可是我看到我前面的地上 有一只被压扁的蟑螂 它的肚子 肠子 什么都跑出来了 就在我前面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 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怎么都没有人看见 有这个蟑螂 那个蟑螂就在我前面 就是我要跪下来的地方 我就进去 拿了一个卫生纸出来 然后 你知道如果你问我老婆 你就会知道 我是很害怕蟑螂的 我就拿了 把那个蟑螂拿进去里面丢 然后 我就可以跪下在神的面前 然后 扶扶在神的面前来敬拜 然后当我在敬拜的时候 神就说 今天晚上我要把很多人 面前的蟑螂拿走 你知道我不知道你在你生命当中 那个前面什么 让你没有办法跪下来 让你没有办法 扶扶在神面前的 那个兼顾迎雷是什么 我的是蟑螂 所以那个蟑螂就在我前面 真的很巧 什么时候就站在我的正前面 可是神说你就是把它拿起来 然后你把它丢掉 然后你就可以尽情地 扶扶 跪拜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相信 这是一个 everything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在神的进化的里面 都是有神的带领 所以他带领那只蟑螂 死在我的座位前面 要告诉我们 真的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亲近他 来经历他 所以最后好不好 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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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最后我们去找七个人 你可以起立 起立 找七个人 去祝福他说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 我要邀请你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我们在外面的219教室有VIP room 我们会有同工帮助你 更多能够来认识我们的教会 认识我们的牧区 另外我要邀请刚才有接受 感谢观看